台中一名6岁女童日前跟着家人外出站在机车踏板上 没想到途中发生车祸 女童因为急煞整个人往前撞到机车龙头 虽然当下没有明显外伤却不断的喊肚子痛 松衣检查后发现是脾脏破裂造成大量内出血 幸好医疗团队及时开刀手术才让女童脱离险境 马路上随处可以看到小朋友站在机车踏板上 由家长骑车接送虽然看似方便但其实暗藏危机 日前台中一名6岁女童家长在骑车途中意外发生车祸 女童也因为急煞整个人往前撞到机车龙头 造成她脾脏破裂 那可以看到这个脾脏是从这边是裂开的 是破裂掉的 那内出血是到这个五盆墙这边是一些内出血 那这个脾脏大概整个都已经碎掉好大一部分 于撞击的当下 女童并没有明显歪伤 但一直喊着肚子痛 松衣检查之后 医师发现是脾脏破裂造成大量内出血 这对一个六岁女童来说 失血将近三分之一相当危险 幸好最后紧急手术缝盒 保留了三分之一的脾脏 才让她顺利脱离血境 像这种脾脏这种的一个缝盒 使这个脂血也是算有点难度 它应该是一个很脆的器官 不像说肌肉啊骨头那种 比较坚硬的皮肤那种很容易缝 这个就是要尽量小心 女童术后虽然恢复良好 但脾脏大面积切除影响了免疫力 还得持续观察 而警方也提醒 若是让孩童站立在机车脚踏板的位置 可处心台币300到600元的罚缓 建议家长应该让孩童坐到后座 避免小小的身躯变成大人的安全气囊 介绍伯瀚台中采访报道